花蓮918强震过了将近半年了 不过玉里镇及副里乡多处三区 依然是暗藏着许多安全隐忧 先员魏家贤接获民众陈勤说 在副里乡七十八县道 有边坡土石滑落情形 就怕梅雨季节到来时会造成更大的危险 魏家贤特别邀急的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共同探讨希望可以赶快完成修复 花蓮918强震破坏力超强 不仅在南区造成许多灾损 还在民众心中落下一道难忘阴影 虽然时隔将近半年 但在玉里镇及副里乡等多处三区 仍然暗藏着许多安全隐忧 一道长长的土石泥流沿着边坡滑落到马路上 画面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这条路就位在于副里乡的七十八县道 去年0918的地震 影响到清晰家进出的这条路 之前都有透过很多的管道 今天麻烦魏议员亲自下来会刊 因为美女记也即将来了 老人家都会担心这进出的危险 为了尽快解决民众的用路安全 花蓮县议员魏嘉贤则邀及县府 及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并共同探讨希望尽快完成修复 那我们也了解到整个道路 还有我们边坡的一个权责上面的问题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找相关单位 来把相关的一个山坡地 还有我们道路的部分给它恢复原状 那让这边出入的民众能够更安全跟更安心 那也谢谢这么多单位在地震之后 这么辛苦的一个付出 魏嘉贤强调解决边坡土石滑落问题 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需要相关单位持续投入资源和精力 以确保民众的安全 他也希望当地居民不要担心 相信相关单位会尽力保护他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徐立芹 傅里香报导